大家好,歡迎來到《十一的說話》 今個禮拜第四集節目 我們看不看,一個禮拜出四條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就留個宴,說喜歡 我們這陣子也夠做的,嘗試那個反應如何 今天就兩個,我Roy和Gary 這個節目就會是講,首先就講這場不是我們上次講的重點 港會就贏了標準流浪一比零,然後上到去榜首 因為下個禮拜就是講,即今個禮拜是銀牌賽事 所以港會這個榜首就起碼差不多坐了兩個禮拜 非常厲害,因為我們沒有在這裡長球 大概都猜到是怎樣的,大概都猜到是怎樣的 港會講的那些防守,身體質素那些 其實真的很難攻得入,如果他站在後面的話 再加上他前面那幾件真是敗馬 又有一定的速度和技術在這裡,所以就 如果你殺他不死,然後被他反擊,這件事也很正常 是啊,這場球我們想講的就是東方 四比零,贏進風的賽事 可以看一下出場陣容 進風方面,龍門就是林俊傑 右閘就是鄭景浩的 38號的艾伯簡勞搭著葉卓文就是中堅組合 今天出了44號王政德是左閘的 8號卡爾特納防守中場 22號劉軍城搭著7號的林洛勤兩個雙中場 27號是費利普薩 9號是Tiger仔放無暴謙是中風的 10號王偉國在左邊這個陣容 東方方面,葉紅回到龍門,2號是阿力斯祖 藏人的高素馬耶夫就搭著馬高斯在中堅 王子澳就是左閘的 傻邦,然後胡俊銘也是在中場 今天蔡立正正選,打過攻擊中場 11號是王浩俊,然後9號是巴道姆 23號孫銘軒是前線攻堅的 這場球,想看看Gary怎樣看 不如說對輸球,輸家先 因為輸家我,即是進風 因為近來年青球隊的問題 所以這對球我會更加留意 其實進風其實腦問題一直都還在 這場球其實狀態,我覺得進風是比之前的比賽 積極了 這球員的比賽態度好 都是開球頭15分鐘 他們的壓迫 他們的小組滲入是很好的 你看到中場林樂勤、黃偉國和邦武謙 這三個真是很合拍 在前場的進攻 但是呢 都是那個老問題 你去到最後一傳 入禁區那一下 就沒有了 那一傳是沒有了的 永遠都是 你前面組織多漂亮都好 最後一傳都是不行的 這場球其實前場進攻 廢利普薩 初頭表現是一般的 因為集中在左腦 在黃偉國、林樂藤那邊 廢利普薩在右腦比較靜 但是開始慢慢入局之後 廢利普薩就開始拿回多些球 他的進攻越目度、速度 其實呢 對東方的後方來說 都幾殺 有一個幾大壓力的 那很不幸 其實 東方沒入球之前 我是覺得 進攻 是很大機會開紀錄先的 就是有一兩個機會已經是很近的了 但是就起不了腳 或者進不了禁區 那又是 這些年輕球員就是 無端端輸那個罰球 劉君正就是 慢了人一步 被東方的球員 搶了那個球 他硬 跌了他 雙撞 被馬高斯射 射入了一個很厲害的罰球 我猜不到馬高斯 這個罰球真的有回到他 剛剛來香港那些 那些罰球很漂亮的 放在左邊的 左邊的柱位 那個龍門 就是不可以怪過 不可以怪過林仲傑 那個棋位其實 馬高斯射得很漂亮的 那之後呢 對波進鋒呢 其實呢 你以為他 輸了一球之後 年輕球隊 開始散會 會慢慢 沒什麼心機 但是不是的 你見到 是輸到二三四球呢 他都不停 找機會進攻的 他們很有心機 做那個攻勢 去中場 猜球 做東方 或者東方拿到個球 去做壓迫 尤其是 葉卓文 我可以贊葉卓文的 這場球 他 握著巴道姆呢 是握得很好的 大哥 你一個年輕人的 中堅 你握著一個 這麼有經驗 很豐富的愛媛 你可以抹到巴道姆呢 發脾氣 罵他 因為葉卓文呢 是用盡 九流二虎之力 又攬又拉又成 不讓巴道姆拿球 你得住那個位 那個球未到 葉卓文一抱著你 抱著你 已經不停在那裡 其實他做得挺好的 但是就是 始終 一隊球隊的防守 是靠整體的 不可以靠一個人的 他整體上面 在中後防的防守上面 整體都有些 有些 鬆懈 突然間就是 例如 東方一個進攻 很快打過來 進風班後防 他反應不切 這些是年輕球員的 特點 特質來的 就是 他們的腦袋 反應不切 或者他不知道怎麼做 就會失去那個玻璃 例如 輸 兩球 死球 角球 斬出來 解圍不了 被東方 調回禁區 就在那個時間性 出入的時間性 就被東方進入了 其實我覺得上半場 進風 有機會贏到球 有機會入球 但是把握不了 機會 我覺得是可惜的 就是明顯 讓我看到這個進風已經是 準備好 整班年輕球員 還有 他們有外援 帶著對球 他們知道自己怎麼踢 我現在 小組滲入 走位 給球 壓迫 他知道有幾個大佬 有幾個大佬 鬥著來 踢的 他們可以放心 踢 都說輸到四比零了 上半場 都說下半場 都是 感覺上 進風的球員 給我看到 就是 我要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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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停是 找辦法進攻 你無論 有些人覺得 東方 仁仁四比零 都收夠醜 但是 你看不到 東方有一種 修友的感覺 雖然東方的進攻 不是很多 但是 你見到 進風的組織能力 是 有隊形 繼續有一個隊形 繼續壓迫 繼續做很多短傳 或者 如果做不到短傳的 就分兩邊 反而分兩邊 反而不是這麼好的進風 我覺得 他一路踢到 九十分鐘 原場 那些年輕人還是很好看力 你見到 教練 他會想辦法 爭取入球 最後會找 中堅 彼簡羅 或者卡爾特納 推上前 換個 換個 曾仲南進來 代替外援 叫外援 推上去 前些 希望可以爭取到 我覺得 進風這隊 球由 教練團 和球員 的態度 是正確的 這場球 輸四比零 是輸過把握力 因為這場球 東方的機會 是絕對不多 但是東方的外援 質素是高過你 把握到 每一個 入球機會 其實我記得 東方 上半場 他的 賣門數字 不多 過六次 但是他已經 入了四球 所以他把握力很好 然後 說回東方 東方 這場球 他踢得很簡單 他 基本上 他後場 給一兩腳 然後 給前面 給 馬高斯 或者 黃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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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值得一讚 這場球 他也踢得多好 我猜不到這個年輕人 進步得這麼快 他可以領 其實我覺得 整個前場 他的進攻 策劃 他領導對球 我覺得 他挺好的 還有他剛剛新進入 台灣 台灣球員 蔡立正 初頭上半場 我就覺得 這個球員 一般 因為 你說他踢進攻中場 坊間說 我覺得 他 組織能力 組織能力 一般 但是 他的小技巧 是挺好的 轉身 比一些短傳 OK的 但是他不是一個很侵略性的球員 上半場 我覺得 他可以救港超的水準 就是 在東方 這個球會的 裡面 是救班 踢 但是 接著到下半場 他有幾下 得住個身位 拿球 護住個球 我覺得他 想不到他的下盤多穩 就是 有可能上半場 我也覺得他的身體質素一般 有可能 經過半場之後 就適應了 那下半場 他會運用他自己的 矮小的身材 他 他 都 算小顆的 但是 大大隻隻 下盤多穩固 下盤多穩固 多粗 看到他的腳 那 這個球員 如果繼續 東方 繼續給他多些機會 我覺得 他會慢慢放入一個重心球員的位置 我覺得 他有幾多機會 因為始終你東方 進攻中場 我相信 質素差不多 不是太差的人 落到他這隊球 打個進攻中場 都應該有差不多的表現 因為就是欠這個位置 因為沒有 因為之前你沒有 這個是好籤 這個是好籤 這個真是好籤 再說回王浩俊 他這場球 領著前面 其實他的表現 隨時是好過巴道姆 巴道姆 反而我覺得這場球 真是 進攻的效果 看得他幾實下 沒有什麼機會 反而 那我想 這個也是一個正面的影響 如果中鋒 有了度 吸引多一兩個後衛 而令到隔離球員 其實都是一個 有用牽制力的地方 我覺得 那令到王浩俊 機會多 反而孫敏謙 我覺得他很急 這場球 幾場都是 他很想入球 但是他很多 決定 就做錯了 即是有可能 真的要 會不會 收起他 收起他 一至兩場球 讓他冷靜一下 因為他 這場球 一直踢左邊 然後到 到最後 換酒吧 沒有 踢正中間 我覺得 都是急 太急 有些球 之後 都 OK的了 這對球 贏4比0之後 換很多年輕人進來 或者 東方這班年輕人 其實都 不錯 我覺得 我覺得 是 是不是選這條路 選得對 我覺得 我覺得 他放棄 即是他放棄 他放棄的那些人 是對的 因為全部都 在走下球 那些 全部都是 年紀大 如果大家要留意 除了馬熙衛 馬熙衛 馬熙衛 我們很熟 之前看過阿歇 那 帕碧 44號 帕碧 帕 帕 這個都是 進攻中場 換了進來 都有一兩球幾 這個都OK 因為他是青年軍隊長 那 有了 其他球員都OK 正正常常 因為 很輕鬆 贏4比0 總之就是馬高斯 入兩顆球 輕輕鬆鬆的 後防又OK 那 看看 進攻之後 那些年輕球員 會不會 再進一步 我挺期待的 這對球挺期待的 看完這場的表現 不要以為輸4比0 就覺得這對球 很差 不是的 你看看90分鐘 你覺得這對球 不差 只不過我反押你差一點 看了這張圖 也是我們的Cover 賽後 記者訪問 盧比道 東坡教練 他就認為 港超聯聯賽出現了問題 即是說 有很多大比數出現 這幾天的賽果 其實在之前那兩集的節目 我和Tony都有分享過這個意見 都想聽聽 Gary說一下 對於今季 接連出現這些叫做 不尋常的大比數賽果 顯示到聯賽 可能 分幾個階段的實力球隊 差距都很大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嗯 其實我覺得是 某些球隊 的組軍方向是錯了 例如深水堡 深水堡很早 應該是八月 八月踢完場 完賽杯 那場不是完賽杯 決賽 那他就決定要升級了 其實他還沒踢之前 都已經吹出來說 基本上升的啦 但還沒確認 但要踢完那場決賽 就決定升級了 初頭我猜他們以為 靠這班球員可以 可以 立足到在港超 至少不會包尾 因為他們有幾個 是有港超經驗的 有劉浩霖 有來港威 都有港超經驗的 即是有可能 高層他以為 可以 立足到 但是踢完一兩場 他就覺得 咦不行啊 但是 在金錢上挽救不了 這隊球 其實搞足球 是很需要金錢 你去到 炒了潘民地 到 郭家樂上場 第一場 OK 和到球 那以為 可以啊 郭家樂 應該 撿到對球 怎料第二場就出事了 即是我想不到 郭家樂會趕到是 趕到這隊球 好像一明 他都 看完 看完這場 他都覺得 這隊 某些球員 一民不直 那一刻 才麻煩 即是給我感覺到 這隊球 是 給我教練 看到 那些球員 是上來 學踢球的 那其實都很嚴重 那 那 到 U23 U23 其實一直的方向都錯了 我覺得 由上季 就是 抽夠 對 但是 在 這球會 或者 解散了 球會 找些 適靈 適靈 年齡 組成 這隊 U23 上季還可以 因為 其實 有得踢 其實上季 就是停擺之前 和前一季 這群球員 都要保持著 那 好了 停擺完 沒有了 沒有了半季 到今年 又換了 一些 新血 但是 這群球 其實 有很多球員 是接近 一年 是沒有踢 沒有踢過正式比賽 你叫他們 靠 一兩個月的時間 回 回 心態 技術 想提升 其實 未必 會很快有作用 你看到 你看到 去到 比賽 比賽裡面 你看到球員 心態好像得過且過 輸一球 已經沒有了 心機踢 其實這個情況 和深水埗 都差不多 這些是年輕球員的問題 他們不知道 怎麼可以踢好這場球 兩對球 都是這個問題 去到 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Yu 23 是否應該要找些 外援回來呢 我聽到 有些人就說 不贊成 不要找外援 應該是繼續 被這群年輕人踢 只不過 他們覺得應該是 找些 再有經驗一點的 本土球員 加入這對球 帶起這群新人 但其實你現在 在這個時候 你還有可以找到 什麼 還 比羅曉聰 更有經驗的人 帶著這對球 你看到羅曉聰 都帶不到這群球 就是他的能力所限 所以就是 大家 Yu 23和 深水埗 方向是錯了的 到之後 你說 南區那些 其實南區 就是 今季很奇怪 有幾對 你所謂 想著是強隊 可以爭一下標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 他們付出的金錢 資源 未必可以去到 他們的理想 因為 他們打算給 縮屁 給少些 希望 那些球員爭氣 踢到這成績 但是你看到 今個禮拜那些比數 你就知道 足球真的要跟金錢掛稅 你不可以少少付出 就有多多收穫 所以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 結智 高了一個level 不是高一個level 那麼簡單 結智已經是亞洲級 來的 現在是不同level 所以受過懸殊 是 那麼大 因為我都 我都盡量說一些 我之前沒有說過的point 因為太重複 但是因為可能有些人 都沒看過 可能有些事情 我最主要 今集我是想說 結智的問題 那麼 現在 根據Gary這樣說 很明顯結智 就 已經是去到 亞冠可能 二線的水平 因為他可以贏到 泰超的球隊 連續兩年都贏到 也都可以打和日積的代表 縱使不是最強的那一隊都好 那麼他經過這幾年 在亞冠打過 那麼球員又成長了很多 那麼也都因為亞冠的需要 而找一些很高質的外援 那麼有些人就怪責結智 喂 你搞到 差距這麼大 長長都陪你練球的 那麼你搞死香港足球 就是類似這樣的聲音都會出現 而我個人的意見就是 其實結智不是一天就可以這樣的 他從2013年開始升上去甲組 其實他是辛苦到2010-2011年的球櫃 才得到第一次的港甲 開頭上去的時候 是豫苑和神禧的年代 印象中是聯賽亞軍有拿過 杯賽亞軍有拿過 但是就拿不到聯賽冠軍 然後這兩隊球都適微了 藍華羅傑誠進去之後 一直幾年被他欺負的 最記得的了 銀牌領先著兩球 被人反擊 4比2 陳七成果 很漂亮的車身球 那麼 接著他也繼續他們的方針 就是西伯教練 地面組織打法 最後拿到聯賽 那麼 到這些 一零至一一年 接著再這十年 你看到他的規模 是不是 他搞了訓練場出來 接著他循序漸進去換班 在清分系統裡有球員 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麼 慢慢看到其實他也是放了很多心機下去 才可以有今時今日的成績 是啊 現在你在講其他球 在我們現在講超級的 其實那些球都玩了多少年呢 都不是玩了很多年而已 不好意思 我的電腦突然不斷彈出來 是不是 涵濕廣告 不是 那些Facebook 那些留意那些在彈出來 哦 就是他用了很長的時間 去建立了這件事 你不能夠說他去破壞了聯賽的競爭性 你其他人都可以做到的 你其他人都可以做到20年的發展 為什麼沒有人有這個20年的發展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他做了一個榜樣告訴你 我是怎麼搞足球的 我是怎麼找外援的 很多人說他用很多入籍兵 用很多外援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他們出來的年青球員 你們有沒有留意過 是可以獨當一面的 我不是要他整隊都是 但是可以出了陳俊一 可以出了羅子 羅子俊 然後中堅那方面 我看到曾以恒 很有潛質 然後周元德 雖然他是魂血兒 但是上去都已經 越來越都看到他的實力 可以站穩陣腳了 然後到今季的潘佩軒 我們以為他是垃圾的潘佩軒 哇 像孫仔上身這樣 看到這麼多不同的球員 甚至乎以前的黃陽 他是一個大學生 不要理他以前的大學踢球 是一個大學生 職業職業職業 給了一個機會 他令到他為結智和香港 服務了這麼多年 那這些都是結智 為香港球隊付出了的東西 因為我們這個台 大家看了這麼多集 知道我們不是支持結智的台 我都會說他在亞冠的投資不夠 而搞自己出局 但是我們在港銷這裡來講 他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 我覺得 其實是為了 為了球隊成績 一定是要做這一步的 你不可能 還在躲在井裡面 看天的 你要爬出去的 這個世界 看外面 這個世界多大的 那現在結智就是做到這件事 那他慢慢 你說入籍兵也好 什麼都好 入籍兵 有用 有用的入籍兵 才可以的 你不是每次 簽入籍兵回來 沒用的 那我簽這麼多 來做什麼呢 他簽每一個 都有他的能力 有他的用途 他出到去 出到亞冠比賽 他可以踢得到的 你不是隨便找個 夠七年 你夠七年 拿身份證入籍 你又 你又叫他回來踢 那不是這樣 但是他結智 他就是找一些 適合的球員 那就 那我二人都比賽 就是這麼簡單 你其他球隊 就是短視 好似 剛才我們 剛才我稱讚的進鋒 他的計劃是很長遠的 其實這對球 他都在走結智的方式 不過他是沒有錢的結智 他都是找西班牙教練的 以前都沒有錢的 以前都不是有錢的 那他沒有進鋒那麼大 進鋒更少本經營 那他慢慢就找西班牙教練 從月組甲組慢慢踢上來 從前季上來踢 趕超進鋒 其實場場都好像現在的 深水埗U23一樣 都是被人解僱 不過他們好些 一直有些外援頂住 又沒有那麼難看 慢慢看到 其實每一場都有進步 其實 香港的足球 我們不多 我們人才資源不多 我們發掘 如果一隊幫找11個球員 都是本土球員 是好的 未必有 其實我們現在是很需要 多些入籍兵的 因為你見到 你見到U23也好 深水埗也好 你沒有一些好的球員 拿著這幫小孩子 就會散 但是你結智就是 由之前西班牙風格 短傳深入 到現在慢慢 其實 六七年前 他已經不會標榜這件事 撕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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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措的風格 沒有了 他已經有自己的風格 你看到今季 朱志光 哇 他可以踢到 柯迪奧拿式 柯迪奧拿式的 萬成式的戰術 他真的踢到出來 你真的看到他踢到出來 好厲害 他只是吹 是啊 他可以 領略到這套戰術 其實都很難的 香港人來說很難 香港教練很難 香港資源不多 你香港球員 你不要說華人球員也好 外籍球員也好 質素有多高 大家心知肚明 但是他們可以 領略到這套戰術 喂 不學十足 學五成九 香港人都殺了 你說這些是很對的 這個禮拜 是可以出現很多大比數的賽果 有些意外 有些不意外 但是是否每個星期都是這樣呢 是否要一個星期看到這個賽果 大家已經覺得沒得救了 差距真的很大 人會進步的 以前說的結智 他是 以前說的結智 他去建立西班牙踢法 或者未建立西班牙踢法之前不斷輸 如果他是一早看起來 就不會有今天的結智 他也是從失敗中學習 由我輸給南華 你千萬大軍 我用我的踢法 我用我的短傳 我找一些我適合的球員 踢出我的風格的足球 慢慢去取代你 慢慢去贏你 而這個就是足球的定義 就是說其實我和你基本上 都可以踢到歐聯 我們有這樣的實力 我們加入一隊球隊 然後怎樣怎樣 可以對到歐洲的球隊 有一個程序 只要你實力夠 就不斷地進步 你剛才說的人 孫智光 都是同一個孫智光 以前他都是搞福建 是吧 孫俊軒、羅子晉 都是那個人 以前大家笑他肺的球員 那這些就是說 你要給他機會去試 如果當年 雖然漁園做的都是西行 但如果沒有當年漁園的話 那班車友師足球學校的球員去到 然後有幾個外援扔著他 一開始都踢得差的 都分別是誰打誰的 但是越來越 某些可以出色的 可以適應到聯賽的 那就慢慢出來 他都出了很多人 那隊球 那就是要這個時間 難得你有一隊這麼強的球隊在這裡 我們有一個學習對象 我們有一個假想敵 我的目標就是好過你 而有一個真的有一個距離 那這個是 對於這個發展來說 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 你說觀賞角度 OK 你說觀賞角度 如果 我覺得觀賞角度來講 你說除非對對球 都好像現在的結智那麼厲害 那麼軍勢呢 拉得近一點 這樣才叫做好看 是 如果你說結智要差一點 拉回來陪你們 那其實球是不是都不好看 你不要玩啊 大哥 那最後連三十元網上直播 你都不會給錢看 很簡單這個道理而已嘛 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要一隊 冠軍球隊 因為被人罵 說他太過厲害 而不進步呢 我覺得這是本末倒置的東西 應該 差那些球隊 要進步的嘛 就是 那我們為什麼 我提供了一個學習機會來嘛 是啊 可以學一下別人 對 為什麼他們可以找到 一幫好的外門回來 你也不要說他有沒有錢 其實你覺得文家索夫那些 會很貴嗎 是不是 你覺得 現在他找那些 好像周元德那樣 你說他半外門 因為他 因為他 我不知道他進去 運氣 踢不踢到香港 踢到U隊的了 他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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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找這些球員回來踢的 他的網絡 密絡 是好過你們其他球隊 那你們其他球隊 是不是應該要學習他 可以在成本比較低之下 找到一些好的球員 結智今季又會做到 他今季 佐東布朗 之前他進鋒 都是不是很厲害而已 但是他都可以簽回來 用到他 就是變了一個 至少有一個 你見到他 是啊 就是 那 基本上 你進到結智 你就會厲害了 現在整個氣氛 是不斷地進步 你說周圓可以 現在踢得好 其實我上網看過 之前有球隊找他試過腳 是覺得他不行的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要 你一來到 你已經可以進步得這麼快 當然你說硬件 那些東西 你說是不是一時三刻 就可以找到回來 這件事不是的 我當然知道 除了練球之外 你又要有 可能做健身 或者做戰術 是啊 這件事 暫時沒有 但是未必未來都沒有 可能有些突然之間 發奮圖強 或者投資者 或者過幾年經濟好一點 現在因為經濟差 才縮起 那些東西 如果經濟好一點的時候 可能 又會不同 因為大家都會認同 結智那種勁 不是因為人家縮起 而變成這麼勁 是他真的勁了很多 是啊 你看 他創來最勁的 現在 尤其是他 剛剛幾個月前 踢完阿冠之後 現在這隊結智 那個戰術的 戰術的理解 我覺得那群球員戰術的理解 更高了一個層次 是啊 就是 嘩 好像之前對港匯那些 嘩 其實是出一群B隊而已 是啊 B隊都踢得這麼好啊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進步 不要說那些很厲害的那些外戶人 其他以前那些普通華人球員都可以這樣進步 因為有瓦冠 瓦冠就可以了 是啊 不要管他多少場球 其實我覺得六場球都夠了 學到很多東西的了 每年都有機會去打的話 現在爭到十隊或者以後的十二隊就是為了希望三四隊可以去到瓦冠 就是他們前列的可以去瓦冠隊學習 不用陣喊和結智學習 然後後面的看到前列那些去完瓦冠學習 可能某些球員踢得好的過去前列踢 未必踢得這麼好的 就看看和他們比較的時候 在場上踢的時候 可以學習到多少 整個聯賽就會健康 我覺得你說差距那件事情 我覺得不是最重要 是你有沒有進步 我看到結智是不斷地進步的 對於這個聯賽真的有利益的 有益處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 那當然我當然是想有一隊結智這麼厲害 有另外一隊也是有結智這麼厲害 但是我們做不到 那你唯有的就是可以做到多少 這個時間 其實現在結智和其他球隊的差距是比其他球隊看 看到這個實力 我可以怎樣做 什麼時候追到 其實這個是一個 是比其他球隊的動力 對呀 對呀 我覺得是正常的 這個動力 我想贏它 很多人 但是我就是要找 我要找一件事 贏到結智 這個就是進步 因為 整個聯賽就很精彩 有些人就覺得我們這個是太理想法 有些人就覺得 不可以踢的 老闆就會縮屁 是 有可能是這樣的 是啊 凡事都要向這個方向想 凡事 搞球那些都是欺老財 你不肯是為足球的 搞球來做什麼又怕虧 又不想進步 是不是每次都要有必要去這樣想 我覺得又不需要 暫時就是說 想到一個 樂觀一點的想法 我已經覺得很好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樂觀過的 香港足球 明天這麼好 明天會更好 那些人說 有一個樂觀的想法 那何樂而不為呢 是不是每次都要 樂觀都要想到這麼悲觀呢 那你說如果 沒有亞冠這件事的 可能我們最後是六隊都沒有了 可能沒有人想再搞這個活動出來 然後你猜到八隊就真的會平衡到的了 可能沒有亞冠 真的不會跟你玩爭兵的了 可能就真的越來越差 就會變了今季的東方 就是留一半是有實力的球員 一半就是清元軍 就是減低了成本 是不是 那其實還有一件事就是 傑之這個態度其實 為什麼你其他球會不學呢 就是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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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錢又沒有錢玩法的 沒有錢又沒有錢玩法的 你看一下流浪 其實他貴貴了 貴貴都說沒有錢的了 你不要管他 貴貴都會找到一些好的年輕人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那之後又 其他球會簽 那其實 他又他玩法 你又你玩法 這個 傑之那個 那個實力 給這個動力 給其他球會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發展是正常的 那你永遠都 永遠都是這樣的 我講了很多次 足球是跟金錢掛稅的 是的 是的 這件事 這件事是 沒什麼變的 但是你 用金錢 怎麼可以砌好一對球 和一對強隊 有一間呢 那這件事就是 你其他球會要想 對不對 那你 我提過的U23和深水埗 這件事都是要想 你不可以看著那些年輕人死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是的 那這集節目就差不多了 都沒有時間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 拜拜